在我们家乡清明前后 家里肯定少不了用艾草来做上一些美食 因为这个季节的艾草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 用它来煮鸡蛋黄酒 包艾跟汤的人都特别多 今天我用艾叶来做点艾板给家人 解解馋 洗净后放一边备用 现在来准备馅料 准备一块瘦肉 洗净后把它切块 做老婆和孩子们爱吃的肉松馅 冷水下锅 把切好的瘦肉给焯一下水 加上少许的料酒 准备一个砂锅加上水 再准备一些我们自己习惯的药材 我们做肉松的猪肉 还可以给它先包个亮汤喝喝 把锅盖盖上调大火烧开 我们的猪肉水开煮了有几分钟了 现在把它夹到砂锅中 再次盖上锅盖 调小火给它包个40分钟 准备几个咸蛋黄 把蛋黄抓出来 把蛋白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放到碟中拿去蒸熟 放入锅中水开后蒸10分钟 准备一点洗净的芝麻和花生 我们来做一点老妈子最爱吃的芝麻花生馅 传统的老味道 先把它们拿去炒香 到平底锅中把它炒香 发生炒香后到处放凉 接着把芝麻也炒香 先大火把水分炒干 水分炒干后把火调至最小 慢慢炒 把芝麻的香味给炒出来 芝麻炒好放出来放凉 我们的咸蛋黄蒸好了 把它拿出来 趁热用擀面酱把它压碎 压碎后放一边备用 放凉的花生脱一下衣 把脱好衣的花生放到脚肉机中 炒好的芝麻一起加进去 不用打得太细 稍微搅一下就好了 有颗粒感更好吃 打好后加入适量的白糖 按照自己的口味下 把它搅拌一下 搅好倒出来备用 我们的猪肉也包好了 现在把它夹出来 锅中的汤我们加点盐就可以喝了 也是很香哦 夹出来的猪肉先稍微放凉 稍微放凉后 我们就可以用手把它撕成小条了 不怕烫了直接可以撕 尽量把肉撕碎一点 平底锅烧肉后放入我们的肉葱 把火调小慢慢炒 把它的水分给炒干 这个过程一定要耐心一点 全程用小火翻炒 炒至五成干时 我们撒上少许的盐 给它添点体味 我们的肉葱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不用把它炒得太干 接着把炒好的肉葱转到生锅中 拿打蛋器给它打出油 我们的肉葱已经打好了 成这个状态非常漂亮 接下来取一个大碗 把我们的肉葱馅给调好 这个不需要配比 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就可以了 把肉葱咸蛋黄都一起倒进去 再加上少许的沙拉酱 先给它搅拌均匀 充分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用手给它裂成小丸子 一个在四十颗左右 把它搓圆 大概就这样子 馅料做好 放一边备用 锅中烧一些开水 加上少许的盐 把我们洗干净的艾澡放进去 给它烫一下烫圆 水开煮过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关火把它夹出来 放到清水中过一下凉 冷却好后 用手把水分挤干 挤好的艾澡放到打釉机中 再加上一两克的小苏打 能保持它的雀绿色 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不用太多 能搅得动就可以了 打好的艾泥 三百克左右 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个大碗 加入一百克的凳粉 凳粉就是小麦淀粉 再冲入一百八十克的开水 刚烧开的开水哦 倒进去之后 先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至能下手的温度 我们就下手油它 把它油成团 把它油成这样 放一边备用 接着把艾草汁放入大碗中 加上六十克的白糖 先用筷子给它搅动一下 搅拌均匀后 加入三百三十克的糯米粉 先用筷子给它搅成絮状 搅成絮状后 加入凳粉团 一起油成团 粉团油成这样 软硬适中就可以了 现在抓一个小剂子出来 先把它搓圆 搓圆后 给它捏一个小窩窩出来 捏好后 我们加入准备好的 蛋黄又松线 用虎口把它慢慢收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稍微搓圆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拿上一张油纸 给它垫起来 做好放到中架上 包芝麻馅的 那个窩窩弄大一点 弄深一点 捏成这样 装芝麻馅 同样用虎口把它收紧 收紧后 同样给它油一下 全部做好了 我们给它刷上一层油 刷好后 我们就可以拿去下锅蒸了 锅中烧水 把我们的爱板放进去 把锅盖盖上 调大火 蒸1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光火出锅 这个客家爱板做好了 两种口味 传统芝麻花生馅的 香甜不腻 入口软糯 口感好 蛋黄肉生馅的 甜中带点点咸 浓香味美 咬一口 让人回味无穷啊 很多人连吃五六个 还想吃 真的太过瘾了 喜欢的朋友 试试吧 试试吧